我是Mia 福琼音 你在收看的是一首宝藏歌 第一集,我们来听Fria林凡的 什么都可以忘记 这是2000年收录在林凡第一张同名专辑 林凡Fria的歌曲 哇,2000年的歌了 现在是2021 那个时候,你们在做什么 在Google打上林凡两个字 顺序来看,第一个是一个人生活 现在大家更熟悉她在《败犬女王》里面的重伤 五天几年 但是其实她出道第一张专辑 首播主打就是这一首 什么都可以忘记 充满R&B元素的一首歌曲 2000年出道的 还有已经在红的大咖太多了 周杰伦,SHE,孙燕姿,梁静如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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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凡作为一个新人 在竞争如此激烈的环境中 要占有一席之地是个大挑战 专辑的音乐性和企划宣传 都要步步为一 她的音色干净又有辨识度 听觉上是有一种被暖意包裹的感觉 好像在舒服雷里面 游来游去滚来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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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凌凡是因为在KTV唱了林一连的《夜太黑》被制作人赏识出道 这首歌也被输入在专辑中 整张专辑的文案除了强调这是一把好声音之外 就一直出现KTV这三个字 可见那个时候K歌是有多重要 专辑里11首歌曲就有两首翻唱 林一连的《夜太黑》还有陶哲的《沙滩》分别排在歌序的第二首和第11首 感觉叫做一个串联嘛 前面有陶哲和Coco李文的《Army》《大行其道》 这张专辑也出录了像《Do you wanna play》这样的英文舞曲 虽然林凡的美国西雅图留学的背景唱起来毫无违和感 但是这首好像比较适合Coco Lee那种奔放的唱腔 郑中基合唱的《想念你的爱》是非常非常有质感的一首男女合唱 大家记得要去听我 虽然后来林凡的专辑不再走IMB路线 没办法传唱数据只向这张专辑的抒情歌一个人生活 是的 在数字说话的时代要坚持方向找到平衡并不容易 那时候的怀疑流行专辑一定要有K歌 那是个可以对投资者交代的业体报表 我认为林凡的这张专辑现在拿出来依旧很耐听 他本人最近也发了新的专辑 大家记得去支持宝藏好歌手 还有听宝藏好歌 马上来唱这一集的这一首宝藏歌曲 什么都可以忘记 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全平台点赞分享 大家好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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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